红斑性狼疮案例 陈女士为治疗前身体现象 心悸 胸闷 全身痒 睡眠品质不良 头晕 走路不稳 手脚冰冷无力 楼梯只能爬五节 初次按推时因热能严重不足而晕倒 按推 温敷 涂姜粉泥 2013年12月8号开始 每日早晚全身按推一次 每日温敷至少12个小时以上 每日饮用以碧炉产生姜自制的干生姜片 180公克熬煮的浓姜汤 一周后增至270公克 同时 每日用姜粉加水调成泥状 涂抹在双臂 再用胶膜包住至少12个小时以上 并停止服用西药 2013年12月9号 在双臂上涂姜粉泥 双腿上涂姜粉泥 涂上姜粉泥后 并以保鲜膜包裹 3至12个小时 2014年2月3号结疤 结疤后红点明显不再搔痒 2014年2月7号 结疤处脱落后变得平滑 2014年2月11号右手 2014年2月11号腿部 左臂前侧 2013年12月8号 2014年4月27号 左臂后侧 2013年12月8号 2014年4月29号 右臂后侧 2013年12月8号 2014年4月29号 我叫陈秋梅 今年66岁 住在旧金山 16岁开始出现红斑 慢慢全身都有 很痒很痒又流水 医生诊断为红斑狼疮 中西医也找过了 没有效果 西医说 没有得医了 有人介绍我 用醋洗 洗完了第二天更痒 红斑更多 这些年来 我会心悸 胸也闷 睡不好 头晕 走路也不稳 手脚冰冷 没有力气 体力一天一天 越来越差 血压又高 胆固醇又高 心脏肝肾都不好 生命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 一种折磨 后来 2013年 有朋友介绍我到张昭翰医师的原始点医学 在旧金山的推广点 志工给我介绍原始点医学的理论 还给我DVD光盘回家看 每天都煮姜水给我喝 每天帮我按推温敷 他们还用姜粉泥涂在我的红斑狼疮上 再用保鲜膜包起来 大概12个小时后把它拿开 红斑狼疮就再也不流水了 也比较不痒了 有些地方也慢慢结痂了 真是很神奇 我的体力也随着改善 以前我爬楼梯三节也爬不上 现在爬楼梯四十节也可以了 体力改善了很多 身上的红斑也消失了很多 也不再那么痒 我真是感谢张昭瀚医师的慈悲 原始点医学让我重生 今天我讲我的治疗过程 是想告诉人们 这个红斑狼疮是有救的 不是没有救的 如果有红斑狼疮的人不要灰心 去找张昭瀚医师原始点医学的推广点 就有希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